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性卵子的质量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等到想生育的时候 可能已经没有健康的卵子来孕育宝宝了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大家对于辅助生育技术已经不陌生了 之前我们也曾经邀请到了GSHC的负责人申博士 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代孕的方方面面 那么GSHC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直营的综合性的第三方辅助生殖机构 业务范围包括从前期的美国试管婴儿开始 到捐卵捐经美国代孕 直至宝宝回国整个全流程的服务 无论您是来自美国本土 欧洲亚洲或者是世界各地 GSHC都可以满足不孕不育 单身高龄二胎 同性关系性别挑选等等不同客户的家庭需求 那么如何能够保证自己在非婚育的年龄 也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呢 我们号视频室特别邀请GSHC国际客户部的负责人申博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 1.5天每天一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们首先来欢迎GSHC国际客户部负责人申博士 申博士好 杨阳你好 是的 今天申博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有关胚胎转运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 我们讲到了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这个金子的这个转运的流程 之前呢我们还讲到了动卵和这个动胚胎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来问一下这个 还是请这个申博士先跟我们讲一下吧 这个胚胎转运的这个流程先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客户呢会需要转移胚胎 主要原因是呢大家可能在本地做好了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胚胎 然后呢可能是转移到自己 就是转移植到自己的身体里 但是后来呢可能经过了一次两次的尝试之后呢 发生不成功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会要记住 带孕的辅助来来来怀孕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胚胎转运到美国来呢就会是一个问题 嗯那那么我们说呢跟这个金子转运一样 它首先呢会需要有一个转出方 然后它需要有一个转运的机构 然后还有一个接收方 但是呢呃对于转运胎来说呢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呢 就是这个医生转运的话呢 我们说呢要考虑到的就是这个诊所 有个医生呢是接受外来转运胎的 有个诊所呢其实是不接受外来的 那么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大家想一下就是说 医生转运的话 尤其在美国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 嗯FDA的这样的一个监控 所以说他们的成功率呢 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 如果这个医生接受的这个陪胎是在别的医生那里 别的诊所那里或者甚至别的国家那里 其实他们对这个陪胎的保护是不高的 对 对 那么其实是一直到他们诊所了 他们的医生做的东西手术 如果能够成功 其实不光是他的自己的操作会有影响 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是他自己的影响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是有合作的医生接受 那么即使是医生接受的时候 他也要有一些前进的先进条件 比如说他要知道你的胚胎的质量是怎么样的 你取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把中间受精 就是说他整个的过程一样接受 最好是完整的 那么对于这个胚胎的东西也是完整的 因为有个国家呢是可以做这个基因 我们叫做基因检测PHS 有的国家是没有的 那么如果你做了这个基因筛查的 这个胚胎自然那么就会好一些 那么医生的信息也会高一些 如果这个没做的话 那么医生转移来的胚胎 可能还要做一些进行操作 所以说呢 大家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胚胎转移的经历 主要就是要看每一个客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一定是医生要对这个 您的胚胎的情况 我们就比较清楚的了解 这个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的医生要很认真的 或者就是光收费给您做医治就行的 所以医生很清楚地了解了这个胚胎的情况之后 他同一接收 我们才能够安排这个转业公司 那么转业公司需要联系 本地的这个诊所来放行 然后呢联系美国的诊所来接收 嗯 这个是真正的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过程 了解了 其实这个都是 刚才这个 神木师讲到了很多 其实都是在保证这个胚胎的质量 所以对于这部分的话呢 又像我们之前说到这个精子转运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到底转运这个事情本身 会不会影响到胚胎的质量 因为我们知道 胚胎可能跟我们上期所说到的 这个精子有点不太一样 是不是 对 其实精子的话呢 大家不是那么担心 因为其实我们说每一次客户流精的话 它的数量都是很大 而我们现在都是单紧注色 从里面找到一个几个质量好的 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赔摊要珍贵很多 尤其是有些客户 可能做了很多周期之后才留下这些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客户会非常非常紧张 如果我们光从这个技术上 或者是个流程上来说 其实这个非常难受 我们很多客户 尤其是如果我们是客户 是在美国的本土医生 其实他们对这个事情毫无担心 从动物转到西部 从西部转到东部 不管多远其中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 或者比较多些 对 相对没有也要注射的 对 它觉得 对 我把这陪担拿出来了 中间会不会有任何的东西 能影响我们的陪胜的情况 从理论上讲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是针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说待遇是不可怕的,那么就需要来转运。 那这点上呢,我都说一句,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我怎么办? 因为肥胎就可以,其实不是的,因为你转运了肥胎,你的目的还是要待遇,那么待遇的时候呢,美国还需要,就是我上次说的这个FDA的厌血,因为这个肥胎转运过来了,那么这个美国还要求呢,去知道这个提供肥胎的金子胖和卵子胖是否在制作肥胎的时候有这个传染性疾病,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这个厌血,还需要客户去衝上,不是光转运肥胎就可以。 嗯,了解了,但是这个确实这个像刚才这个盛博士你说的,很多的朋友对于转运肥胎这个事情是有顾虑的,因为这个就像你说的,肥胎很珍贵,所以他们很怕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 那么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对于有一些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最好不要转运肥胎,因为代孕母如果是可以飞的话,那么所以说现在您觉得需要转运肥胎的,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属于这个代孕不合法,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过去,或者是胚胎在美国, 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我们见到的,比如说,胚胎在美国温土以外的,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客户,或者是现在美洲的客户,他们都会转运到这边来,因为美国的代孕是非常非常合法的。 嗯,嗯,你比如说加拿大的客户,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要等待这个,呃,代孕实际上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其实澳洲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会许会搞不太专业,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你只要找专业的公司,你自己的诊所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其实问题不大,可以让您的整个这个时间和周期要加速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转运肥胎的。 在美国本土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咱们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客户他自己坐这个周期的时候呢,他可能找的是,比如他边的,呃,居住的城市的一些大学医院。 但是这些医院的话呢 他们其实对于做回胎 都是非常擅长的 那移植到病人的身体也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待遇 所谓第三方辅助群体的地方 他们其实呢 就整个的流程会非常的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其实在每个本土之内转变回胎 相对来说更安全的 因为保障 其实转变回出来的话 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那我们会说 有什么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呢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诊所 都是在加州 比如说我从一个诊所 咱们另一个人子 有时候并非是不必要的 如果就是这个 两面的医生都是很好的话 仅仅是因为 你四合两次医治的失败的话 其实对于是这个病情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综合来看 这个事情很厉害 没错 我相信在这一部分 这个其实大家更需要 申博士的意见 那么大家可以直接的 这个来询问申博士 刚才申博士讲到了 就是说诊所接收这个外胚胎 就是他们诊所以外的 这样一个胚胎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要求的 能不能再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 大家可以这样想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胚胎的质量 就是说我们得知道 这个胚胎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 你叫做 发育的一个阶段吧 那么还有就是他有没有通过这个宣查 那么另外的话呢 在不同的实验室的话呢 他两个人还有一些 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的话呢 就需要实验室和实验室 之间的一个小处的对击 所以这些的话呢 就是一定 我们说 一定要完整的医疗的记录 有这些完整的医疗记录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 美国的这个 接收方的诊所和医生 和他的实验室 来最好进行 就是一两个处置 就是说指导的 还是这些东西 那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FDA的宴血 那么大家光把肥胎用过来 你可能发现 你做不了这件事情 那么或者呢 可能过来 可以猜测来 完全的来 或者就是在当地冲完血之后 配合着 跟这个肥胎一起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 这个肥胎的 是非常好 我相信这个 其实每一步 都是这个 有科学的依据的 所以大家这个 如果是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一定要多多的了解 然后来做足准备 这样的话 才不至于 在中间出现 什么这样的一个披露 那么这个 想请问一下 这个申博士 就是说这个 配胎转运 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 都是什么情况 那么 配胎转运的费用 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概 比如说 如果是从加拿大过来 那么比较近的话 可能也就 有千多美金 但是如果说 越的比较远的地方 的话可能是 三四千美金 四五千美金 都有可能 但是不会说到 上万美金这样 没有 其实只要是一个 转运的费用 两边诊所的一些 保证医生的费用 我们机构 其实是不受大家费用的 其实也是给大家帮忙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过来找我们 那么大家协调一下就好 毕竟 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是一头雾水 那我们提供一些 我们的经验 提供一些信息 非常感谢 盛博士 因为其实在这个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信息就是一架的 就是说知道这些 然后让大家明白这些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上 这个配奈转运的时间 需要很长吗 也不需要很长 其实只要是两边的 对接好的的话 基本上也在一个 比如说有个诊所 他可能转出的时候 的process时间比较长 其实整个的转运的过程 还好 但是他你 就是客户当地的诊所 是不是 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慢一点的话 就会长一点 但是整个如果说 比较理想的状态 其实我相信 在路上的时间 应该会较短 其实最主要还是 两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处理的时间 所以这个有关 这个配奈转运 刚才盛博士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除了以上您说到的这些 还没有其他的 需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呢 大家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呢 我建议呢 不要就是听别人 光听别人说 还是要听专业的人士来去讲 这个我觉得 如果你所见到的专业人士 在这方面对你提醒得多 那么可靠性 就是无论是转运亲子 陪台做事 玩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严谨 需要非常严谨 如果说大家 如果答应 这个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觉得 是不是中间会有 比较 比较容易 可能这样就容易出事 所以说你可能 在做判断的时候 只要是找到一个 比较比较细致的 比较严静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有一句话 要突突突突突突 如果是说一口答应 然后什么都OK的这种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有可能 真的是这个 说大话 所以真正的专家 会告诉你一些风险 然后告诉你一些 可能发生的状况 然后以及就是说 他们的处理和应对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的话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来联系 申博士 那么也希望 我们今天的节目 能给到大家一些资讯和建议 那么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来直接联络 GSHC来进行资讯 大家可以扫描 他们的微信二维码 在这个申博士说话的 这个左下角 或者是拨打他们的电话 310-953-0173 今天也非常感谢 申博士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谢谢你